《奇妙電視》啟播半個月 有市民投訴家電視一直看不到 有市歡頻主席吳天海解釋 是因為各面屋苑 自己未完成接播工程 或者住戶未有追台才會看不到 陳耀宗報道 《奇妙電視》開台已經半個月 但未必人人都看到 嘗試過追《奇妙》 但都追不到 住在大角咀廣灣豪庭的他 一直看不到 管理公司的通告說 因為要重新鋪設信號線 再接駁至公共天線 工程費用要由屋苑自行負責 但法團不同意要付這筆錢 看不到《奇妙》 其實對我來說 可能我未必有那麼多時間看 不過如果有多個選擇 當然是最好 有線歡頻主席吳天海說 《奇妙電視》的信號 一年前已經覆蓋到 全港九成五的大廈 但有些住戶可能未追台 或者屋苑未完成信號接駁工程 所以還未看到 這個過程是需要管理公司去安排的 而每一個管理公司有自己的手續 例如可能需要業委會批准 需要招標等等 工程本身不是困難 是說兩三千元的工程 但是都是需要有人去做 他說房委會的公營房屋 大約有一半已經將《奇妙電視》的信號 接到公共天線 另外有一半希望在四至六個星期內完成 至於房協的大廈 超過一半已經接駁好 吳天海承認過去兩個幾月 因為公司前景不明朗 令到部分屋苑未做好 接駁《奇妙電視》信號的工程 他希望接下來的屋苑管理公司 可以盡快做 這次是《奇妙電視》的陳妖宗報道